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 今天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所以呢,就稍微导致了一下 不想浪费这个妆容 就上来给大家做一个小视频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故事不长,但是呢,非常有意义 尤其是对女生来讲一定要听 尤其是如果你看上别人家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你想小三上位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听完整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 是我认识的一个妹子 我们都是在一个朋友圈子里面认识的 然后同时认识的呢 还有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长得高大威猛,非常帅气 而且身材巨好,就是八块腹肌的那种 而且呢,他又特别喜欢脱衣服 一言不合就脱衣,你知道吗 经常都会在我面前大秀他的身材 我们刚开始认识这个男孩呢 从来都不知道他的感情状况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没有结婚 但是呢,他也从来没有说他有女朋友 所以我们一直都以为他是单身的状态 然后这个女孩呢,就对他迷恋的不得了 经常都跟我们说他很帅呀 说他很想跟他交往啊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嘛 所以他也不是特别好开口 后来有一个朋友说 好像他是有女朋友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太确定 有一次我们就一起去上一个瑜伽课 结果呢,到了那边 就看见这个男生身边带了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长得也是非常漂亮 身材也很好 非常般配的一对 但是这个男生呢 跟我们介绍这个女生说 这是我的朋友 注意他没有用女朋友这个字眼 而是用的朋友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很明显这个女孩跟他的关系就不一般 后来渐渐的我们才知道了 这个女孩确实是他女朋友 而且都不是那种刚交往的女朋友 就是跟他青梅竹马 从高中就在一起了 交往了很多很多年的那种 非常正牌的 而且是老牌的女朋友 我们就觉得 哇,这个男生好像有点渣 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交媒体啊 这些 所以呢,我们也无从从其他的地方 知道他的感情状况 只是如果他告诉我们呢 我们就知道 如果他不说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那种情况 然后这个女孩呢 就非常的沮丧 觉得哎呀 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但是这个男孩呢 还不时的去叼这个女孩 他们俩一起去健身呀 一起做训练呀 就是让这个女孩觉得 好像自己又有点机会 后来我们也从这个男生口里面 陆续的听到这个女孩的一些情况 既然呢 他已经公开了 所以呢 就渐渐的把这个女朋友 带到他身边 参加我们更多的活动 但是他对我认识的这个妹子 还是非常的暧昧不清 然后这个妹子呢 也一边自己心里面很纠结 一边呢 又希望他可以跟这个女生分手 希望自己魅力足够大 可以成功的上位 当然这个时候 他们俩还没发生什么 只是彼此有点暧昧不清 但是终于有一天晚上 他们俩真的就发生什么了 两个人去健身 也是弄到很晚 然后呢 这个男生就在这个女生家过夜了 他身边的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呢 知道这件事也都很生他的气 觉得你在干什么呀 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这个女孩就说 嗯 我其实也不是真的想破坏他们 但是我真的就是太喜欢这个男生了 我没有办法 我控制不住 但其实这个女生心里面 暗自是想 如果他能跟他现在的女朋友分手就好了 所以他们俩呢 一直就维持着这种炮友的关系 如果大家有过很喜欢一个男生的经历 其实这也是能够理解的 就是你太喜欢这个人了 你就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即使你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 你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不是说这个女生的行为是对的 我只是说我能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这样的情况又拉起了几个月 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生还是以好朋友自居 但是呢 时不时的两人还会在私底下出一些状况 后来这个男生呢 就跟这个女生说 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我把我们俩的事情告诉我女朋友了 他非常的伤心 所以我们俩是彻底结束了 然后这个女生就觉得 哇好开心啊 终于他俩分手了 我们可以明正言轩的在一起了 但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 还是以好朋友的方式相处 这个女生就非常纠结 他就觉得 我想捅破这层窗户纸 我想跟他表白 但是呢 我又怕如果表白不成功的话 我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连现在的炮友都做不成了 所以他也一直都没有说 后来他有一次试探这个男生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也单身 我也单身 那你觉得咱俩怎么样 然后这个男生就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完全的信任你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就是其实这个男生 是利用这个女生 跟他的前女友分手 之前他已经想 跟他女朋友分手好久了 只不过呢 没有一个正当的由头 现在呢 有另外一个女生介入 刚好他就利用这个女生 跟他的前女友分手 分手了以后 他就恢复自由身了 就可以可劲的玩了 但是这个女生呢 其实他并不是很在乎 可能他跟他也是好朋友 但是呢 他不想跟他越过这个界 因为他觉得 你既然能跟我在一起 当小三的话 那你也能跟别人 所以他根本就不尊重这个女生 他根本就不信任这个女生 他根本就 只是想利用他而已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千万不要当小三 因为你当小三 没有好下场的 你能跟这个男人做的事 这个男人认为 你也可以跟别的男人做 所以一定要尊重自己 要自爱 男人才会尊重你 才会爱你 所以不要痴心妄想 你能够成功的小三上位 即使你可以短暂的上位了 以后还是落得 被抛弃的下场 因为你这个位子得来的 就名不正言不顺 或是以不能被尊重的方式 得来的 所以他也不会尊重你 而且他可以抛弃他的前任 也可以抛弃你 这个男生 其实我说实在话 还算有点良心 没有直接的 就跟他在一起 最后抛弃他 而是选择跟他 很真诚的说 我就是不信任你 所以呢 你也别想了 我们就当好朋友就可以了 你要是想 我们可以 是不是的来一炮 如果不想的话 我们就直接当朋友 或者什么都可以 但是呢 你不能当我的女朋友 就是这么简单 后来这个女生 也终于想通了 然后呢 他就到别的城市 去工作了 之后呢 他时不时的 还会回来 看一下他这个城市的朋友呀 期间呢 也会联系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呢 也还是会把他当成 好朋友一样对待 而且这个男生 他就是一个惯犯 他那个时候 已经有女朋友了 每当这个女孩 回到这个城市来 看他的朋友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在一起 而且这个女生 跟我说有一次 他跟这个男生 在一起的时候 躺在他的床上 这个男生呢 就给他的 现任的女朋友 打电话 宝贝呀 你在干嘛呀 我好想你什么的 打完电话 还会跟这个女生 很坦白的说 哦 刚才那个是我女朋友 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他是很不错的一个人 我也很爱他 但是呢 我可能不会跟他结婚 就是这么坦白 多年以后 这个女生又重新回到了 他们原来的城市工作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对这个男生 已经彻底失望了 还好他最后 找到了自己 很好的归宿 当他跟自己的 当时好像是男朋友 还是已经结婚了 我忘了 总之呢 他已经跟他的 现任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男生 有一天突然 又给他发信息 大家注意 男生在这个时候 已经生了一个女儿了 而且呢 这个女孩的妈妈 还跟他在一起 但是他们 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好像 但是那个女儿 已经几岁了 已经挺大的了 然后就发信息 给这个女生说 啊 我有点寂寞 你要不要过来 我们两个叙叙旧呀 什么的 这个女生一听 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现在已经 有很好的感情生活 有很好的归宿 他也对这个男生 完全没兴趣了 就冷冷地回复他说 你还是好好地 多陪陪你的女儿 跟你的女朋友吧 虽然这个女生 他做了一些 不光彩的事情 但是呢 我觉得 这件事他处理的 还是蛮好的 起码他没有 为了爱情冲昏头脑 也没有被这个男生 彻底迷惑 而且呢 我也很开心 他最后有了 很好的归宿 所以 我想跟大家 总结的有几点 第一 不要妄想当小三上位 用这种 不被人尊重的方式 上位你是不会得到 男人的尊重和信任的 而且 这个男人 如果他出轨一次的话 那他会无数次的出轨 不管他 表面上有多爱你 所以大家还是 正正当当的 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男人 这个小故事 献给所有 正在纠结 正在经历 这样事情的 所有的女孩子们 希望你们悬崖乐马 回头是岸 OK 好了 那今天这个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听我讲故事 就点个赞 点个关注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